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剛剛我們講過 我們把這些數據 基本電量 電子的質量 跟真空裡頭電容率 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 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東西 N字代表什麼 單位集集電子的數量 當時這個 要看什麼時候 因為他跟高度 看什麼位置 什麼時候 因為這個N 是跟高度 還有時間 白天呢 還是晚上呢 還是跟 你要看這個高度 看多少高度 這個區域的電漿 它的自然頻率 是多少 那麼 就可以從這裡 大致地算出來 然後在電力層的電子數量 還有電子數量 它都是多少呢 每一個立方公尺 大概有十的十次方 到十二次方 那麼多個 這是N 這是N 你把這個 這個 這個 代進去 算出來 是這個 你把這個 代進去 算出來 是這個 那結果 我們就看 一般 我們的電力層 它的自然 電漿 電漿的自然 電漿 是介於0.9 跟9個2 之間 我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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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電子波通信 現在電子波通信 不是說我從這裡 直接跟 地面的哪一個地方公信 而是 我們要經過這個 人造衛星 傳到人造衛星上面 人造衛星在哪一個地方去 我們 我們也只要穿過這個 大氣層 我們的信號通常要穿過大氣層 穿過大氣層的時候 那麼 我們剛才說過 你如果你的頻率 比 Fp 小的話 根本就穿不過去 所以你一定要比這個 Fp 大 那 所以我們 要跟大氣層上方的人造衛星 或者是 太空通訊站 通訊的時候 我們的頻率 要遠大於 遠大於 這個 遠大於9個分子 才能夠確保這個 電子波通信 穿過 電子波通信 如果 我們現在 穿著電子波 你0.9個分子 還小 那 這個電子波就穿不過去 但是 不是沒有用啊 它傳到這個 行進到這個 電力層 那裡的時候 就是它的 frequency 是這麼多的時候 差不多就地底層了 進不去 然後它就反射 所以我們可以把 這個電力層 跟地面 地面就是說 是一個球體 有沒有 那電力層 我們媽媽 不過當作一個 同心人 最低層的表面 那電子波可以的 到了 電力層 反射 然後到地面 再反射 再反射 它跟機構人數字的 反射 也傳到地面的另外一個地方去 所以 小於0.9個分子的電子波 連電力層的最幾層都穿不過去 但是它可以 與 電力層 跟 地面這個空間 做往以赴的 反射式的傳播 如果 電力層的領域 介於這個 之間 就是在這個 比這個大 但是比這個小 在這個之間 那麼 它會有 部分的 全國電力層的 最底層 到地最底層的時候 它上去了 如果你 碰到這個 很很大的區域 又過不去了 它有 折回的感覺 折回了 OK 所以 它比它大 但是 你這個又小 那麼 在大部分 有用 這個是 我們看的 是很有用的 現在 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最初看到 這個 美國 太空 美國 太空插入 它會 飛到這個 大氣氈的上方 然後 然後 又返回大氣氈的時候 有一陣子 沒有辦法跟 地面 沒有辦法跟 裡面的太空插入 聯絡到 所以 你的信號進不去 大概有這個 披兩分鐘 兩、三分鐘 這樣好奇怪 為什麼會進不去呢 原來就是 那個 太空插入 跟大氣氈產生的摩擦 它的溫度非常的高 溫度非常高 溫度非常高的時候 就在那個區域的電漿 那個區域的空氣裡面的電漿 電漿密度相當的大 那 那個地方的 Pasma Frequency 比它的信號要大 所以 我們通訊的信號 到了那個區域以後 進不去 就是 沒辦法 穿過那一層 到這個太空船裡 去 那麼 這個 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 以後 我們就知道 這個以後 我們說 好 我們跟太空人通訊的這個信號 要多大 我們才能夠保證可以進去 也不怕它的內層的空氣 內層的電漿 力度特別大 於是 那 於是呢 從他們這一集 當太空船回到大氣層的時候 船體外頭的空氣 高速摩擦的高溫 是局部空氣裡 化二層的電漿 局部空氣這個電漿密度 是約為二乘十的八指方 每一個 栗方米米的有這麼多 如果要跟太空人通訊的話 我們 電漿坡的頻率 最低值應該是多少 那我們就算分 那 真等於 劃成這個 哪一方米有多少個 然後配上這個螢幕去,它變成七五乘三分二乘十四,應該是這個,這個一二七分, 這個應該是一百二十七個mhz,應該是在這裡,等於一百二十七個mhz,再等於這麼多的hz, 對,所以是九乘 Liberal understand 平理不得低於多少呢?一百二十七個mhz 不得低於300個mhz,就可以解鈣,叫簡單聽搖譽きた 好,這是一個歷史 現在我們看這個群組 Group Velocity 我們以前講過波的長波速度 但是它的Face Velocity Group Velocity 那現在我們看 我們先看這個 在沒有耗水的界值中 就是存在界定值裡面 Beta 是這個 Face Velocity 你看 這個就是Face Velocity Face Velocity 僅僅為什麼有關呢 跟這個界值的參數有關 Omega沒有關係 Omega就是跟Beta 這個Omega 是沒有的 沒有關係 所以它在 你多大的頻率 你頻率有多少 在無法主界之中傳播 他的Face Velocity 都沒有關係 就是跟頻率沒有關係 只要你這個相同 你的頻率是多少 但是 我們說電視波在耗水的界值裡面傳播 就是 像 導體 或者是 界片值當中有一些 導體的雜質的話 它不是純的界片值的話 或者是在 傳出線 我們將來會長到 傳出線 跟這個 波高 比如 傳播 傳播 傳播的時候 它的像素 是Omega的線性 跟Omega有關 跟Omega有關 另外就是跟它的頻率有關 所以說 同樣是 這樣為一個參數 但是你的頻率不同的話 那麼這個波傳播的速度就不一樣 如果你看單一的波沒有關係 你快就快 慢就慢 可是我們一般呢 我們用來傳載資訊的電磁波 就是 我們一般的這個 Sine wave Cosine wave 它就是一個 Sine curve Cosine curve 沒有什麼資訊 但是我們 比如說 我一首音樂要放出去 或者我講一句話要放出去 那你這個波 就不是單純的一個Sine curve 或者Cosine curve 它是好多個波在一起 組成一個合成波 那麼這個合成波呢 合成波 那麼它才能夠傳載這個資訊 當你這個傳載資訊的波裡面 既然有好多種頻率的波 如果在這個 如果在耗損介紹 或者是傳輸線 或者是波導中傳播的時候 那每一種成分波傳播的速度都不一樣 那麼起初的時候 它合成的這個波型 並不是原來的那個訊號 所以這個訊號 隨著它傳播的 越遠 就越是真 就變掉了 那麼所以說 你看這個就說 不是單一的 而是由一群群各種不同名譽的成分 而組成的合成波 這就是我們的一般傳載資訊 來編持波 各種成分波 因為頻率不上 外有不同的傳播去過 於是傳一段訊語以後 是被訊號的形狀 踩生之真 所以他們一定會尋找到 於是 甚至更多的因法就分散 成分波就分散 這種限格我們曾經常叫做 dispersion 就是色散的限格 所以說 號准介紹 它是一種 dispersive meaning 它是一個色散的結實 現在我們看,承載資訊的波通常它是怎麼組成呢? 它是一個高頻的承載波 各位,我以為這個高頻的兩側有在比它高一點點 有在比它低一點點的承送波所組成 這兩群成分都組成 於是,這些波就形成所謂的波包 為HAPP 於是,這個波包就形成一個圖片 波包的速度 不是這個承送波,波包的速度 就是Groot-by-large 就像這個 這個是承送波 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用的簡單 很少的波量的波波 如果很多很多波包 這個方向很自然 非常自然 它就構成一個圖片 這個波包 它就承載了一些資訊 現在我們不要考慮太多種 我們簡單的看 最簡單的波包 只含兩個行進波 這兩個行進波 正乎相同 更簡單 這是剛剛的路 然後,頻率呢 一個是ο0加δεΩ 一個是ο0-δεΩ 另一個就是ο0-δεΩ 1.0-0 合成 兩人的意義 可在這一項 你看這一項 就代表他在這裡 這是一個行性波 這就是一個行性波 就是我們承受波裡面的 傳播的心態 還有呢 但是他不是純粹一個210這個Ampitude 不是 他的Ampitude受這個Vodify 這項 Ampitude不是永遠210 他跟時間 跟位置有關 像這樣的一個合成波 這是合成波 這是合成波 我們剛剛說過 他的振服 就受這個東西的影響 我們先來看看 像素呢 因為這個 結論這一下 如果你這個是E 這就是行性波 那麼他的像素 就是行性波的像素 就是從這個地方得到 當這個像位 等於某一個常數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說 DZ of DT 我們一開始的影響 非常的贏 那就是這個 那麼前面呢 前面 剛剛講的 這一項 他就是 要修飾他的 政府 政府跟這個一樣 好 那現在我們看 這一下 我們 當然看 假如這個是等於某一種常數的話 某一種常數 就是說 他的方式就是那麼大 所以你看 他最大 或者是等於0的時候 VG 就等於 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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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就等於 從這個 這兩邊 為非以後 這個常數是0 他就變成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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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 Omega 我們把 Delta Omega 測動 比下來 那這個就是 他的 Group VG 我們現在取 這個極限值 就是 當 Delta Omega Limited Delta Omega Approaches Zero 這個 這個 變成 Dbeta Omega 這個就是 他的 Group VG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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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ted aled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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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最高屏的旁邊,把兩側低於高屏,高於高屏兩側,差一點點的部位。 在高屏戒指中傳播,戒指的高屏角正先是0.2,戒邊常數是2.5, 衰減常數α,向常數β,向數vp,群數v7, 這個戒指是不是色散戒指? 那現在我們要怎麼算呢? 比如說,你現在才要你算什麼? alpha,β, 那你就想說,alpha是這個東西啦, alpha, bh, alpha, alpha, 那樣的一個戒指,是兩道幾代還是一號主? 戒電主 那這個就從哪裡出手呢? 從戒指的, 戒指的的話和症 Gon linex, 因此正先把10。 まず,了這一個戒指的, 那這個跟 MAR mi deuil 1 這個和X4的安於正規格等кий高屏格。 那這個為什麼本身 Ley приз? 這個就是0.2 這個就是0.2 X2 這個就是元小於1 這 Canadian passport 戒米導購指的但是X4 我們可以選 D 號碎 我們要用 D 號碎界定值 這個裡頭,這個都沒有問題 ipsa double prime,ipsa prime 就是 0.2 這個ipsa,ipsa是多少呢? 我們現在就從 ipsa double prime 是多少 我們就從這個地方來算算看 這個可以畫成一樣 這個是畫成這樣 最後畫成這東西 你這個裡頭,你不就要知道這個東西嗎? 好,那這個從哪裡算死呢? 那我可以說成這樣 ipsa double prime 0.2 ipsa prime 它就是,ipsa prime 就是ipsa prime 成這樣,ipsa zero 1.2 乘2.5 這個的長數是2.5 這個是8.85 這個算出來 就是4.42乘10的 4.5 2.5 4.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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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6 5.6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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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6 6.7 8.7 7.7 8.7 7.5 5.6 7.5 8.8 8.8 8.上次 6.9 6.7 7.7 8.T.3 8.8 6.8 8.9 98 5.8 1 8.5 然後把這個值都帶出去 它是1.82乘10的三脂肪 NASC 這個算出來了 Vh呢 帶到這個裡頭去 帶到這個裡頭去 這個已經知道了 Infinance 是這個 然後 帶到這個值 0.0183 Vh而 إلى Vh呉 Z Omica Vh O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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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 Vh Omica 這個導數展開就變成這樣 於是把這個值帶進去 就變成1.282乘數 8次方的meter per second 這個是分時代導數 分時代導數 Beta over D omega 這個就要從Beta來看 Beta 小很多很多 所以媽媽弧路算成這個 這個料算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跟Face 差不多 這個也是一簡正的東西 這個差不了多少 於是 媽媽弧路等於這個 所以從以上的結果 有得知 低耗準界電值 近乎 非色在界值 必須是一個色在界值 以上是 全數 最後 這一章是最後 我們一看 電視波 可以 從這個 這個 波長 這個 相機上 看一看 分段 分段 這個 這個 Infraway 是外光 高把射線 然後這個 波長 越來越長 相機 越來越長 那麼 後面有寫 這次是 電視波 電視波 或者電視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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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 UHS UHS VHS 大概有些 這個 這個 是 這次 订阅 自由